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复冲击这么多次 显得是非常的无奈 中国股市昨天也是再次回调 上海下跌0.6% 深圳下跌1.2% 但是目前A股整体来说大盘依然是处于一个比较强A50 我们说的是前50名的大牌或者说是央企依然是处在13000点的高度 在其他方面的欧洲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幅度在0.3%至0.7%之间 同时呢 我们知道呢 整体来说11月份欧洲股市 三国 英国 法国和德国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但与欧洲相比 美国股市则继续牛气冲天 昨天美股再次大幅上涨 受到呢 这个美国有可能特朗普税改 有可能在参议院通过的消息 使得美国道琼斯指数是出现了超过300点以上的大涨 而且是连续三天创下历史记录 目前道琼斯指数已经达到了历史惊人的24000点高度 超过2万点呢 整整20% 在其他方面 黄金昨天下跌10 12美元 目前是1275附近 收盘收在1276 石油价格昨天呢 则徘徊在57块5毛钱附近 距离高点58块5呢 差1美元左右 那么在外汇方面 美元目前是处在一个先强后弱 在过去24小时的走势 目前基本呢 是处于过去三天的一个低点 比特币目前价格稳定在1万美元上下 时不时呢 上去一两百 有时候呢 是下跌回一两百左右 但是并没有出现过去几天的连续暴涨 在这个今天关注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就来说一下的是目前的这个货币政策 所导致的澳元和美元的一个赛跑 我们知道前几天我们一直说的是比特币 或者说是其他的像A50也好 石油也好等等这些走势 我们今天再回到澳洲华人最关心的澳元上来 对于澳元的长期走势呢 目前市场是分歧非常之大 有很多人包括银行和券商都认为澳元将会跌到0.70以下的地步 那么是奔着0.65去了 但是同样的机构在三个月之前 他们还说澳元是有可能会去0.83啊 所以同样的机构说三个月之后呢 这个说的话就是完全相反啊 所以说你说真的这些银行也好券商也好里面的人 他们的话你能完全相信吗啊 这个简直就相当于是大卖场门口写着 这个老板跑路跳楼大卖价这种话啊 不能心啊 所以我们客观的用自己的方法来判断的话呢 总体上来说我本人看长期一个货币的走势 依然是要从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上来做分析啊 我们知道美元从2014年开始强势 为什么开始强势 就是美国从2014年正式结束了量化宽松 步入了一个缓慢的加息通道 那么之后为什么我们推荐欧元和英镑分别看涨长期 也是因为欧元和英镑啊 将会进入一个缓慢的加息过程 从过去的量化宽松到后面逐渐不再印钱 再到后面开始缓慢加息 这整一个货币政策的转变 也是这些货币长期走势的一个变化 但是为什么会有很多人会觉得 澳元和美元长期以来会下跌 主要因素呢 他们的判断还是由于觉得美国从明年开始 目前的加息由一年一次或者一年两次开始会慢慢增加 那我们知道随着美元在12月份加完息之后 澳元和美元的利差将会从现在的0.75进一步缩小到0.5% 那澳元未来作为一个高息货币的吸引力将进一步被削弱 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 它和美元之间的这个价值差或者说它的吸引力也会随之减弱 所以说如果我们判断未来什么澳元到底要涨还是跌 其实就是看澳元距离下一次加息的时间有多久 比如说美国下一次加息如果是明年上半年下半年再加一次吸 那也就是说美国已经跑得很远了 澳洲还在撅着屁股准备起步 这时如果澳元加第一次加息也是放在明年的12月份 那么第一次到第二次加息如果再隔一年的话 这样一来 那就等于澳元虽说起步了 但是它还是在慢跑 而美国已经逐渐从慢跑改为了冲刺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澳元还将会继续下跌 但是我本人认为呢 虽说澳元是最后一个发达国家中加息的 但是它一旦进入加息过程中 市场对于它未来的预期也将会由现在的这个对它不看好 转为逐步逐步对它看好 也就是说澳洲的经济真正开始恢复了 澳元的价值也会随之增加 况且从技术上来看 我们知道呢 在过去的五年途中啊 澳元正是从2013年开始下跌 跌到现在 首次这是周线图啊 周线图上呢 出现一个上涨 但随后再一次被打破 虽说这样来说 但是从2015年年底最差时候的0.69到现在 几乎来说澳元也依然没有打破一个缓慢上涨的这个上涨趋势线 也就是说在这里大约是0.75或者0.74的价格 只要没有被跌破 那么澳元在过去两年的一个上涨趋势 就还不算是终结啊 当然了 我们也希望澳元最终上涨 要确认爬回到通道线以上啊 也就是在0.7890或者是0.79左右的位置 长期来看啊 所以说从现在情况来看 澳元是处在一个临时的弱势 但最终它是否会最终打破这个价格下跌 来让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 tp 欢迎订阅明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